在美国,心理衰竭是导致病人住院增长最快的原因 其他国家心理衰竭的病人也很多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世界每年至少有1700万人死于心脏疾病 其中包括心理衰竭 简单来说,心理衰竭就是心脏无法泵出足够的血液来满足身体的需求 心脏会越来越虚弱,直到最后停止跳动 凯蒂卡菲是一位心理衰竭患者 他努力按照医生的建议来生活 我觉得好些了,我一直在走路锻炼 我走得越多感觉就越好 医生们表示,让心理衰竭患者学会自我照顾是成功治疗的关键 自我照顾包括安适服药,限制食盐摄入量 减少酒量或戒酒,定期锻炼,保持正常的体重 如果病人抽烟就必须戒烟 但是调查显示,50%到80%的心理衰竭患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 另有30%到60%的病人不坚持服药 健康专家表示,如此多的病人没有遵照医嘱 主要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要求太多太困难 拉什大学医疗中心的詹姆斯·凯文医生和其他研究人员 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帮助这些病人 我们希望了解能否通过教育来改变病人的习惯 同时帮助他们学习自我管理的技巧 一些心理衰竭患者从美国心脏协会内里得到阅读材料 除此之外,一些人还接受咨询 凯文医生说 在心理衰竭患者中47%是女性 40%是少数族裔 我们觉得这也代表了美国的心理衰竭者的人口构成 在研究过程中,医生们没有看到这两组人有太多的不同之处 这两组人中大约有40%的患者或者住院或者已经死亡 虽然结果让人失望 但是研究人员还是发现教育让一些病人受益 这项研究报告刊登在美国医学学会期刊上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